上星期六抵达我国的柬埔寨流亡反对党领袖沈良希 誓言要为民主抗争到底 他形容依赖中国势力的柬埔寨政府是在玩火自焚 强调要柬埔寨务必要保持中立 恢复民主 而如果成功执政 他必定不会允许中国建立军事设施 柬埔寨救国党领袖沈良希和副主席莫书华 今天应公正党巴通普区国会议员努鲁依沙的邀约 到国会大厦和一众议员会面 沈良希感谢我国超越政党的邀请 认为这是关心民主的我国议员 向柬埔寨人传达民主和人权的讯息 他认为柬埔寨在民主之路的最大窘境 是没有办法自由独立 主要是太依赖中国势力 还强调除了中国之外 全世界都支持柬埔寨恢复民主 对于欧盟早前以违反人权为由 考虑撤销柬柬埔寨关税优惠措施 沈良希担心 一旦没了这项优惠 当地千千万万民众将深受其害 what we are doing is to prevent the suspension of the trade preference system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then the Cambodian people will suffer they will lose jobs because of the suspension of trade preferences so we have to take initiatives so that there is a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f democracy and when democracy is restored then we can be assured 至于他什么时候重返柬埔寨 沈良西表示会想办法寻求其他管道回国 目前会在我国先多待几天 莫书华随后透露 印尼政府同意沈良西到访 因此下一站会到印尼 巴德空间张倩韵国会大厦报道